这一回贾瑞想勾搭王熙凤 没勾得上还中了王熙凤的计 被两次羞辱 第二次没得逞之后呢 贾瑞在家满脑子想着王熙凤 不免指头儿告了消伐 这个指头儿告了消伐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是指自卫 这句话出自元代王石府的西乡记 张生是一心想和崔英英优惠 崔英英的贴身丫鬟红娘就对她说 不如你先指头儿告了消伐吧 一个年轻小伙子 一吟自己喜欢的人 有这样的行为也不奇怪 不过这贾瑞勾搭自己的嫂子王熙凤 确实不道德 贾瑞他就得了相思病 病得越来越重 找大夫也治不好 后来冒出一个瘸腿的道士 说能治好他的病 贾瑞就说 赶快去请来那位菩萨来救命啊 菩萨救我呀 有些朋友听到这样的称呼 可能感到奇怪啊 来的是个道士 怎么能叫他菩萨呢 我们知道 对传统中国社会影响最大的是 儒家 佛教和道教 所谓三教 唐宋以后的中国古代社会 宗教关系是互相融合的 这叫三教合一 很多佛教的宗教人物 在道教也受到尊重和供奉 比如佛教的观音菩萨 在道教中被称作慈行真人 很多地方的庙里 正面是个观音菩萨的塑像 转过来背面 就是道教里的太上老君 或者观公下 正是在这种相互影响 相互融合的背景下 道士也可以被称作菩萨了 当然这也和贾瑞 当时急切的心情有关 病得半死 谁能救他 谁就是菩萨了 那道士啊 给了贾瑞一面镜子 让他不要照正面 只能照背面 结果贾瑞不听话 最终丢掉了性命 我们从书里都可以看到了 但是我们也可以通过贾瑞的葬礼 了解一些古代的丧葬仪式 例如三日启经 是指人死后的第三天 家属请和尚道士来念经 超度亡灵 七日发饮 是指死后的第七天要出殡 出殡的时候 拉着棺材的车要出发 送葬的人在灵车前面 拿绳子牵引 这叫做发饮 贾瑞的棺材被寄存在了铁坎寺 那为什么不直接埋墓地里头 还要在庙里放着呢 中国传统的丧葬 讲究落叶归根 人死了 你得运回老家 埋在自家的祖坟里 但是有时候人在外地啊 一时半会儿不方便运回老家 就会把灵鹫先寄存在寺庙里 贾府祖籍我们知道是在南方的金陵 他们现在住的是北边的京城 那贾瑞的爷爷贾戴如年纪又大了 也没办法把他的灵鹫运回老家祖坟 就只能先寄存在了铁坎寺 这个铁坎寺后闻马上就会再出现 不是一般的寺庙 就是贾府自己的家庙 他本来就是为了预备家里人去世 用来存放灵鹫的 至于贾瑞办葬礼的时候 贾府其他的人 这个二十两 那个三四两 给他爷爷钱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分子钱 旧时候 谁家办葬礼或者婚礼 同一个大家族的人 都是要出钱出力的 我们常说 以前的宗族制度如何如何 读了《红楼梦》 你才能近距离观察 宗族制度大大小小的运作细节 《红楼梦》的魅力 也经常隐藏在这些小事当中 本回解读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听